我认为这里要改良一些东西 不行,如果改良了,这个project就不完整了 见你们谈得这么投入,你们一定很喜欢学steam 是啊,透过不同的探教式活动 我们可以体会到设计循环的理念 除了科探活动之外 学校也有推荐编程教育,人工智能和创新科技等等 我们会利用Microbit Scratch的编程去制作不同的作品 希望学到编程之余,又可以形容在日常生活之中 学校还举办了很多参观活动和steam day 在课校也有拼取班和拔尖班 我们五年级的同学还刚刚学完 如何利用人工智能的工具teachable machine 去帮助长者识便若远 真是又有趣又实用 那其实你们最喜欢是哪一科? 我科科也这么喜欢 学校推行小班教学,老师经常安排小组活动 提升我们合作学习技巧 这样学习真是很开心的 我最喜欢英文科 低年级有Space Town英文课程 看图书,唱歌,玩着游戏来学英文 很有趣的 你有没有想像过上课会做蛋糕? 高年级的英文课都很特别 除了会看名作家Rodal的故事之外 我们还会学做画剧 又会用英文学Steam 失陪了,我现在要去图书馆 王老师约了我们图书馆服务生去开会 各位同学早晨 未来会有幼稚园来图书馆参观 你们都会负责帮忙介绍图书馆 不知道你们有什么意见? 可不可以介绍图书馆的环境和阅读计划? 图书馆和花圃相连 阅读花圆给我们书式合意的读书环境 而且阅读全节 可以记录我们看过的书 存到一定数量就有奖品 真是很有鼓励性 学校还设立了奖学金奖励 有良好习惯的同学 还有呢? 学校还有很多阅读活动 包括去公共图书馆 看攀任书学做饺子 我们学到很多东西 真是很有趣的 既然这次有家长来参观 不如我们就介绍一下 我们的亲子阅读课程 图书馆的亲子阅读课程 就由我来负责 你们两个都讲得很好 那我们回去就各自做准备了 校长再见 班主任再见 放学了,做完功课了吗? 我做完功课了 五线之后有导修课 有不懂的功课可以问老师 放学之后 功课辅导班的老师 帮助到我解决功课上的疑难 我今天放学之后有小提琴巴 我很喜欢现在上课的模式 课课都集中在五线前 而五线后就会安排五会 导修和各类活动 校长常常提醒我们 上午要专心上课 下午就要开心地玩 放了学,做齐功课 寻好书,备好课 校长比较聪明 不单将校长的说话 记起心里面 还付诸行动 放了,拜拜 拜拜 关主任 今年小一新生的适应情况怎么样? 今年小一的学生 他们适应得很好,校长 看来我们的幼小咸子工作 做得不错 是啊 在他们九月正式上课之前 我们帮他们安排了小一适应课程 接着小一100天的活动 慢慢慢慢 他们就越来越适应我们小学的生活 我也很期待着小一100天的平哥展 我相信他们一定有很好的表现 我们深信人皆可成才 我们将自由教育普及化 让孩子们能够找到自己的亮点 我们致力提升学生两文三语的能力 推动阅读 推展STEAM教育 推展跨学科学习 让孩子们能够学得愉快 学得好 最终能进展潜能 各尽其才 所以我们一起来什么